總統賴清德在國慶演說中 提到兩岸互不隸屬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讓對岸再度反嗆 持蓄意割裂兩岸令史連結 變換花樣販賣台獨謬論 而演說中講了八次中華民國 外界認為賴總統由於從 國民黨手中拿下中華民國 這塊神主牌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蕭旭神則說 賴總統是用別人的公媽牌 拜自己的祖先 如果賴英牌附和 將會沒有歷史變 總統賴清德的國慶演說 基調不變 再度強調兩岸互不隸屬的主張 對岸大動作抨擊 中國外交部說 這次蓄意割裂兩岸歷史連結 變換花樣販賣的台獨謬論 國台辦再一批顽固堅持台獨立場 充斥對抗思維 不斷挑釁姿勢 蓄意加劇兩岸緊張局勢 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那麼定位是不變 只是在論述上更加的活潑 而且更加的淺顯明瞭 如果依照賴清德總統的 這樣的說法 隱含了就是我們的 台獨的一個意味 我們認為這是違反 我們憲法一中 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一個論述 而路透社報導 美方官員透露台灣向美方簡報演說內容 BBC也披露 賴總統有上訪並預告國慶演說不會有意外 而演說當中 總統提了八次中華民國 外界認為這顯示賴總統正逐漸轉往統獨的中間路線 甚至從國民黨手中拿下中華民國這塊神主牌 他用別人的主線牌位 然後大搖大擺的進駐了 這個時候你還不能罵他 因為你要點他說他孝順 因為他已經跟你拜了 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藍營的人還去附和他 那藍營的立足點就將會完全沒有 而且很難再打2026跟2028 藍營市井黨內別低估賴總統的演說 外媒也分析賴總統釋出善意也釋水溫 對意識形態國際情勢自有心中的一把尺 記者是明明中台北報導